图片上为黄金人字脱,不只有拖鞋还有脚趾套,是古埃及的物品,大概是公元前1479-1425之物。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古埃及的皇室为了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,经常穿金带银的,这是这个黄金拖鞋就太时尚了吧,难道拖鞋从那个时候,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? 图片上这个水晶杯是1990年,出土于杭州战国时期的文物,被国家列入一级文物,也是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,整个杯子都是用水晶制成,可以称得上是国宝中的国宝,但是怎么看都像我们平时用的玻璃杯,甚至很多人都用过类似的杯子吧? 最后一件物品就是青铜卡齿,是汉代王莽时期的一种良具,青铜卡齿的使用原理和现在的游标卡齿齐齐相似,所以人们就忍不住要怀疑,这是不是穿越之物? 也有网友还说过,往往是历史上最具有可能的穿越者,不过穿越这些事情还是有待商追,玛雅文明一直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,近几年在玛雅文明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密天文物,一个类似于现代宇航员的浮雕。 这一发现,在世界上掀起了一层轩然大波,这个浮雕怎么看都像现在的火箭,而如今人们对玛雅文明的了解也只有一点点而已,所以这类似穿越物品,还有待深究。 无颜艳尾鱼灯,是汉代的金属器,现存于山西博物馆,为什么说这件文物是一次穿越品呢? 这还得从灯的设计原理上解释,灯的圆形灯盘复顶,可自由转动,于腹部与灯盘相对因为圆形复口,复口与灯盘之间,差异两块弧形平板,交错开合,既能挡风,又可调节灯光亮度,灯火点燃时,烟雾通过于复合燕景导入燕腹,可防止油烟污染空气。 这一设计实在是让人惊叹,是古人的智慧我们想象不到,还是真有穿越着存在,对于这几件物品,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